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联准会赤字2000亿美元 三天举债3450亿美元 联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亏损已突破2000亿美元 这些亏损 源于为降低通膨而推行的高利率政策 而国债方面过去三天 联邦政府再度举债3450亿美元 来到35.7兆美元 华府智库的研究员惊呼 不用等到圣诞节 在万圣节国债就会突破36兆美元 过去16个月以来 美债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7倍 9月就业报告 空使11月再度大幅降息 希望破灭 9月美国增加了25万4千个就业岗位 轻松超过市场普遍预测的14万7千个 但分析师一致认为 9月的就业数据使得大幅降息变得不合理 联种会通常会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 但劳动力市场如此强劲 联种会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 是否需要在11月降息 更不用说降息50个基点 东洛杉矶本地登革热疫情 蔓延至第三个城市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今天证实 正在调查一类阿蒙提居民感染本地登革热的新病例 这起病例是洛杉矶县圣盖博谷今年报告的第五起本地感染登革热病例 与Bowin Park和Panorama City报告的四起病例类似 患者没有前往登革热流行地区的旅游史 加州免费提供大学学费 仍有数百万人未认领 2022年加州启动了一项Cow Kids计划 为新生儿和符合条件的儿童 提供免费的大学储蓄资金 所有2022年7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加州人 都可以自动获得175美元和更多的补助 自该计划启动以来已创建了约400万个账户 但目前只有45万个账户被认领 仍有数百万美元尚未领取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